現在這個時間我們看到 街上戴口罩的人其實都比不戴的 可能在小朋友的眼中 他都仍然覺得戴著正常的不戴是佔少數 我想對於這批小朋友來說 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慢慢逐步逐步會不戴 可能老師、家長出街的時候 這些都是他們觀察的東西 例如我看到老師也不戴 然後他開始看到身邊的同學也不戴 有些人會慢熱一點 看到這些人都可以不用戴 我是否可以都不用戴呢 我想他們就會給到一個信心 可以說不戴口罩 我們剛才說的一些教育是要同步進行 他可能接收一些故事 原來我們不戴口罩都不會馬上生病 這些信息他接收了 然後他在現實生活中 他看到慢慢在街上 現在是不戴口罩的人多些 他們就會適應 其實就是我剛才說的 好像冬夏季換校服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取消了口罩令之後 其實我都會繼續給我的小朋友戴口罩 因為始終他們的治理能力比較低 還有他們如果小朋友脫口罩的話 很容易會感染到流感 所以我之後都會繼續給他們戴 即無論是坐車或者是在室內環境的時候 我都會繼續給他們戴 其實不可以說做不戴 不過我是要給我的小朋友適應 即可能一下子給他脫口罩的話 其實我覺得會容易 有些細菌感染 所以可能適應了一段時間 之後再給他慢慢脫口罩 去適應這個環境 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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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都是有點擔心 特別是大家脫口罩的話 都會有個風險在這裡 都有的 真的有些人他們不是那麼擔心 他們選擇不戴 我覺得都可以的 我想帶因為其實我學校的人 不斷噴口罩都有點害怕 起碼去到COVID就沒有了 沒有 沒影響 有 小小 小小 他們就有時候脫口罩 都是走樓梯那時候玩口罩 有時候有些人就自己脫了口罩 然後放了在別人的角度 然後人家就踩了他的口罩 然後他就在那裡亂按 玩口罩上課不專心 然後有一個在我旁邊 他經常都是亂脫口罩 和亂玩口罩 用圓包在那裡刷口罩 刷口罩 其實現在取消了口罩 我都有尊重女女的意見 我有問他們 其實現在可以不戴了 你們會不會做運動的時候 都舒服一點 出街 他們自己就說 都好像大部分同學仔都還在戴著 尤其是我真的發覺 他戴口罩這段時間 其實比以往三年前那段時間 是少了雙風感冒 所以我就選擇自由給他去選擇 什麼時候戴或者不戴 可以選擇 那你呢 我就比較想戴 因為我覺得會安全一些 不過我們那班都有六七個同學 就沒有戴口罩的 不過我們現在學校都要五線 所以有時候都會脫下口罩 不過如果是其他時間的話 我都會選擇戴口罩 其實這一刻 其實香港應該是作為一個參與 最後來脫下口罩的地區 那我覺得其實 加上現在的菌 都好像感覺上弱了 你問我 我覺得是不要戴口罩 都沒有什麼所謂了 你問我的心態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所謂 何況小朋友 那我感覺上 你問我的作用其實是 差不多 就是戴和不戴現在都差不多 所以我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打算過這一段 再等疫情再好些 再少些人感染 我再考慮戴不戴 我會 因為其實取消了口罩令之後 但是我覺得 因為細菌始終都還在 所以我覺得 小朋友戴了口罩安全一點 尤其是上學 他戴了口罩 真的少些病 因為他戴了口罩之後 他接觸少了細菌 上學首先 還有我覺得 我覺得 始終戴了口罩的感覺 是安全一點的 其實我覺得 好處是多一點的 因為始終 小朋友 你這麼多年 都沒有理由戴著口罩 可能 上學 或者是其他 你去活動的時候 會很辛苦 很焗 而且你當然有夏天 口罩令取消了 很多家長都反映 其實有很多不少的擔憂 原因就是 因為有些小朋友 其實他們不是很願意 在公眾場合脫口罩 可能爸爸媽媽想要他脫 的時候 他反過來的情緒很波動 我覺得 無論家長 決定 幫不幫小朋友 脫口罩也好 其實有幾樣東西 是要注意的 因為 有一些好處 還有一些壞處 其實都是要留意的 長遠來說 我覺得好處是比較多一些 原因就是 因為小朋友的語言發展 可能是口肌 或者是咬字發音 其實在這幾年間 很多老師都反映 是的確弱了 尤其是幼年的那一班 即六歲之前的那班小朋友 原因就是 他們可能看不到別人的表情 看不到老師的口型 發音 從而都會令到 那個語言發展受到影響 如果除了口罩之後 他們可以重視 其實對於他們的學習 我覺得一定是有一個好處 在這裏 但如果你說不好處那邊 有些小朋友 可能未必可以適應 甚至乎在一些衛生習慣上 他們都未必適應 例如說 咳和打黑癡要掩著嘴 因為平時有口罩就不用掩 現在要掩 而其他小朋友 對於別人打黑癡的時候的反應 可能他們未必很了解 要怎樣去保護自己 我想這些都會是 大人或小朋友在擔心的事情 如果在小朋友除了口罩之後 我也建議 老師或者家長 可以多給他們一些心理準備 例如說一些教育 可能是一些動畫也好 一些書本也好 其實告訴他們 其實這些 透過一些故事 告訴他們 其實除了口罩 不是一些令人擔心和害怕的事情 我們可以除了口罩之後 怎樣去日常生活裡 保護自己 保持衛生習慣 或者在社交溝通裡 怎樣去觀察別人的表情 神態 或者看著別人的發音 我們可以強化自己的社交能力 其次就是信心 可能有些小朋友覺得 現在我被人看完的樣子 很古怪 其實可能給他們看多一些 在疫情前的片段 或者現時有些國家 已經不用戴很多口罩 所有人都沒有戴口罩 去做不同各式各樣的活動 可以給小朋友去看 讓他們知道 其實這一個 就是我們接下來 都會做的事情 他們覺得這個 才是他們眼中的正常 我們就是復償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